来 请最后一位 不讲法人口请你讲 请最后一位 大师你好 最近我有一个朋友问我 你有什么办法用一个科学的证据去弄给我看 人在时候会做一只瘤啊 去做一些蛛啊 去做一些脚技啊 你有什么科学的证据呢 我听过有些心理的学家 他们在催眠一个人的时候 有一些人说 我五百年前是在类似某一个创造去做什么什么的 但是他都说 还没有想过我曾经是一只猪一只牛一小鸟 当时我不懂得怎么去回答的 谢谢您 这个问题就是有个朋友就说 怎么可以有证据证明这个人死了之后 会是做猪啊 做牛啊 做马 曾经有听过就说 有人可以记忆到他五百年前曾经做过什么人 什么人 什么人 但是就没人听过曾经五百年前做过什么猪啊 什么狗啊 能不能讲解吗 Now how can you can you give a scientific explanation for the idea for the Buddhist idea that men can turn into pigs and cows and birds after this life I've got friends who can say that they were people from Switzerland 500 years ago, but I have never had friends who tell me that they have been cows or pigs or birds in their previous lives. 我奉勸大家做人就講人話,如果你做鳥仔就講鳥仔話,做牛就講牛話。 My advice to you is that as a human being you should talk like human beings, and if you are a bird, you talk birds talk. 所以那個有的時候比起現實的整理嘗試以外, 很多就不苦學的,就不能上台本講話。 有些就要講現實和真實的,如果不科學的話就不能夠上台講話了。 我如果在這裡講神鬼的話,講鳥獸的話,校長下次不中午再來講了。 如果現在在講神話、鬼話的話,下次校長就不會叫我來了。 不可以再問了。 沒有問下去太多了。 我們要講話關於事實,否則我不會讓場場。 如果我開始講過的狼狼和靈魂,我不會再有機會。 你的總統會來。 謝謝很多人。 謝謝。